世界上最诡异的现象究竟有多可怕 看完后你一定会细思极恐 2010年 超自然现象研究者菲安娜不没提出 自己明明记得曼德拉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在狱中去世 还表示自己在当时看过报道和电视片段 可现实中2010年曼德拉却还活着 直到2013年12月5日逝世 当这一消息被报道后 菲安娜感到毛骨悚然 她坚信自己的记忆并没有错 于是将这一诡异现象发布到网上 没想到引起全球轰动 因为在不同地区 不同国家有着成千上万人都与她有着同样的记忆 菲安娜认为 如此多人记忆同时发生错乱绝非巧合 于是她把这种集体虚假记忆与史诗不相符的现象称为曼德拉效果 其实在生活中还有许多这种类似的事件 皮卡丘尾巴颜色到底是不是黑色 那么这到底是记忆欺骗了我们 还是真实的历史被人悄无声息地篡改过呢